把那個動作把它記錄下來 轉換成VBA的程式的話 那其實我覺得在那個Excel裡面 其實提供一個蠻好的方式 就是說你把那個動作先彩排一下 然後並且把它再做過一遍 OK 那這樣的話 它就幫你把程式給轉換出來了 所以最後的話會放哪裡 就會放在這個叫做聚集的地方 當然有一種可能性 就是你剛剛跑這個程式的時候 一跑之後發現有bug 那怎麼辦 那就表示你可能NG了 NG的話怎麼辦 那就重來一下 OK 所以基本上只要沒有NG 那跑應該就會蠻順利的 有沒有 這個地方 把這個程式亂一下 它就先clear掉 然後再把資料下載新的 所以這樣好處就是說 第一個如果你這個資料 經常要更新的話 那你就不需要怎麼樣 每次都手動下載 下載完之後再把它打開 其實滿浪費時間的 所以你至少省掉一些時間在這個上面 好 那第一個 所以特別注意 它已經幫我把程式寫出來了 那當然這個程式基本上放哪裡 特別注意 反正你們只要記得一個概念 以後的話 VBA基本上絕大部分 都是放在模組裡面 然後它的形式很大一部分是SUB 那你說老師還有沒有別的方法 當然有啊 其實在VBA裡面除了SUB之外還有Function 不過Function好像一般 好像我發現同學用的比較少 大部分都是SUB SUB好像最多 所以如果這個環境你打開之後 當然有一種情況你不小心把它關掉 你要開怎麼辦 很簡單嘛 媽媽就一點兩下 又打開了 有沒有 所以這個環境可能要慢慢熟悉 因為我發現有些同學 對這個環境不太熟悉 所以這個點開 然後按編輯 它就跳開了 OK 然後接下來的話 我們執行完沒問題之後 再來也許就是想辦法把這個程式給精簡 那其實你會發現 其實呢 它的這個物件 其實主要就是幾個啦 第一個 Vis的話指的是什麼 Vis指的就是說 以後呢 我開頭一律都是用這個物件的話 那你會發現底下不是都有這個點對不對 其實呢 這個點的話指的是我前面都共用 指的是前面的這個物件 哪個物件 那你會發現這裡面的話 第一個啦 可能你慢慢習慣的 第一個就是這個叫Shit Shit的話指的是工作表 那工作表的話呢 其實就指的是這一個啦 那前面有一個 叫Active 指的是目前所在的這個工作表 那指的就是這個啦 這個我們目前名稱叫什麼 叫工作表3 如果沒改名稱的話 所以特別是ActiveShit指的是目前所在的工作表 然後呢 底下的話我會呼叫一個物件 這個物件其實就是目前我們這個程式裡面最重要的 那它的名稱叫CrewTable 那後面的話其實有蠻多程式都會用到這個物件的 那後面的話它用了一個方法 叫.add 有沒有 .add的話就是說呢 它做了一個動作 這個動作的話當然顧名是 add就新增嘛 後面的話其實就是一個參數啦 所以你可以看到有沒有 冒號等於 這個冒號等於前面的這個叫參數的名稱 後面的話呢就是提供給它的參數 所以呢 它的參數的名稱叫做Connection Connection應該可以理解吧 它就是一個連線 對然後呢 等於後面就是傳一個參數 所以這個連線其實指的是什麼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後面的話 這個地方叫做test 然後分號 所以哦 它這個有點像傳兩個值哦 一個值就是說跟它講說 我要抓那個連線哦 它是一個文字哦 所以csv其實也是文字檔 然後呢 後面的話就是它的網址的位置 所以如果將來你要抓資料的話 只要是它是csv哦 其實都是可以把後面的這個網址換掉 它就可以抓到新的資料了 哦 那再來的話就是disnation嘛 這個剛剛講就是你要放哪裡啦 所以呢理論上就放A1 那你說老師那我不要放A1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啊 你放在其他的位置 它指的是左上角的位置啦 所以你給它A2 如果給它A2的話 那上面就空一粒 空一粒哦 那底下的話呢 它給我們一堆的參數 像什麼.name 點name的話叫什麼 叫download 然後還有什麼fuelname拿一堆一堆哦 那其實我跟各位講哦 這個create table底下的這個屬性哦 這些東西我查過 理論上哦 其實不需要那麼多 其實只需要幾個就可以了 第一個的話哦 我先把這個先註解掉 我先不要刪掉 因為我不確定這個到底要不要 所以我這個地方呢 我如果假設說我這個這一段城市哦 不要的話 那其實你是可以在前面加上什麼 單引號 那因為這邊加單引號很多嘛對不對 所以你就假設啊 你這個這個城市這一段其實可以不要 這個也不要 可是問題這邊有很多行我可能都不需要的話 那我有個簡單的方法 就是我可以把這個範圍城市選起來 然後呢 各位可以看到哦 在那個上方有一個工具列啦 這工具列可能平常不會打開 那你可以把它按右鍵 在工具列上按右鍵 這邊有個編輯工具列 然後其中的話 這邊就有一個叫什麼 使城市變為註解 有沒有這個好處就是啊 你把它點一下 選範圍對不對哦 把它點一下這個就註解掉了 註解有沒有單引號 那當你說老師那如果這樣 我這個還要呢 那你就把它使註解還原為城市 它要恢復了 OK有點像開關哦 註解掉 那跟各位講哦 我最後釋出來結果發現哦 其實這一行一定需要的 為什麼 這一行的話 就是決定它的編碼方式 如果你的編碼是BIG5的話 那就是950 可是未來如果你遇到哦 假設你的編碼方式是什麼 UTF8的話 那可能這個要改成65001 目前的話最常用到是這兩個 950就是BIG5 UTF8就是65001 那記得不要輸入錯誤哦 我們先用950好了哦 那底下還有哪一些要 因為它是豆點分割啦 所以其實我發現 底下這些參數應該也都可以不要啦 我發現好像這些都不要 最後其實只要留下這個編碼方式 把它註解一下我確定一下 那其實我這個 其實我在那個雲端上面的 第幾頁我看一下 這邊好像有一個範本 在雲端白板上面的第12頁 就是第一個單元的第12頁 我其實有放一個範本在這邊 那其實主要 只要給這個參數 這個可能要輸入950 然後還有什麼 還有一個參數啦 就是我的分割的地方是一個common 所以這邊common可能要這個 這個可能要把它打開 這個 所以其實哦 本來成是一大堆 那最後我發現哦 其實留下來只要編碼方式 跟common分割 最後資料就可以把它下載下來 我們來試一下哦 把它執行一下 有沒有發現 弄完之後呢 沒有什麼問題 所以最後我發現哦 這些好像都多餘啦 所以我把它砍掉算了 這個把它拿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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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最後的話呢 你會發現哇 程式怎麼突然間 瞬間變得清爽很多 沒錯 所以跟各位講 如果這劇集哦 它其實給你的程式 是可以walk 但是很多都是不需要的啦 這樣我的習慣就是 先把那些不需要拿掉 所以最後呢 其實只有留下什麼 留下這個 這個是它的編碼方式 然後還有什麼 還有它的分割的方式 是common 有沒有 所以你用common去 就是逗點哦 做分割 後面一定是true 然後最後就refresh 那做完之後的話 我的習慣是什麼 在這邊加上註解 那怎麼加註解 第一個步驟 我就什麼 先清除 比如說我打一個什麼 清除舊資料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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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上註解之後的話 可以讓程式更清楚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把剛剛的那個錄製去期 特別說最後留下就是這個 其實這三行就可以了 其他的話應該就不太需要動了 當然你也可以試試看 如果假設你說 老師那如果我這個範本 我想要拿來去下載別的資料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啊 你們可以試試看 如果不下載這一個 那你可以再去下載別的 那我建議各位可以找哪些下載呢 比如全部資料全部好了 我習慣是找那個CSV 所以CSV這邊有個檔案格式 你用全部的這邊 然後找CSV 那我的習慣是找那個 瀏覽次數最多的 有沒有 排序的地方有個瀏覽次數多到少 那一般的話呢 這裡面的話就是最多人下載 比如說像這個好了 盤後資訊 比如說今天的那個個股收盤價 還有月平均價 我覺得這個資料 我想要把它下載的話 那你可以看到 它一樣是CSV 那我檢視資料之後的話 你可以看到 這格式 它是UT8 所以喔 如果假設我希望把這個資料下載 很簡單嘛 你把它複製一下對不對 然後呢 這個地方 當然你可以直接拿這一串 這個先把它複製好了 然後呢 我就假設我要把它改成叫盤後資訊 所以我這邊名稱也許改一下 它的那個上的名稱不能一樣 所以叫盤後資訊下載 OK 比如說這樣 盤後資訊下載 那當然你不用全部改啦 你只需要改什麼 改這個網址喔 分號後面的這一串 它本來是 把它到尾巴好了 那記得喔 尾巴的這個雙0號一定要留下來 我把它先delete掉 也就是說呢 你要留下來的就是這一串 有沒有 雙0號到雙0號 裡面一定要保留test的分號 然後呢 把剛剛的那個盤後資訊的 這邊這個網址喔 把這一串有沒有 把它直接複製 然後貼到哪裡呢 貼到這個後雙0號 跟分號的中間 把它貼上 再來的話喔 那你可以先跑跑看啦 不過應該會發生錯誤 就是那個裡面資料應該是亂碼 有沒有 變這樣 有沒有亂碼 那所以如果你要讓它變正常的話 很簡單 就是把 test file pattern form 這邊有沒有 改成叫什麼 65001 OK 就改這樣喔 執行一下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資料就全部下載 那這個Ctrl向下 應該是1萬多筆資料 馬上就整個下載下來了 OK 那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那我把一些重點回顧一下 第一個的話 我是直接把剛剛錄製的一些 程式精簡啦 至於刪掉哪一些喔 你們自己再比對一下 雲端白板上面的第12頁 好像我有這個 其實主要是這三行 等一下再記一下 那並且加上那個註解 那並且試試看喔 就是抓其他的資料 畫面先還給各位以後